鄧炳強和警方高層在疫情中完全違規 食煙不戴口罩在吹噓 然後鄧炳強就在擦鞋 他說我看見我不懂做警察的 我看見成龍大哥 珍世偉大哥就懂做了 還有我給個like就付湯逃火 我們都是跟他一樣在第二個人身上看到做人的道理 他就看到張世偉他們 我們看到今天牌的人 我告訴鄧炳強我小時候讀火書 他記得叫正氣歌 天地有正氣 雜然赴流凝 下則為何惡 上則為日星 記住 我看他冷戒跟他不同 不是單純有口依在上卡 我們看的是許宗潤 許志榮 何俊仁說 說謊害死人當然 在這個大饑荒的時候 武武還說 喂 好像糧食有多賣給印度 起多些倉庫 那些人都沒有力 還要起倉庫 那些人都沒有食 還要賣給印度 那些死的人 三千萬裏面的人 有這個天災 人禍更加厲害 其他我不說 留下別人說 我只是說許志榮律師 那些就是學做人的道理 我告訴鄧炳強聽 告訴那班在刷明星鞋的人聽 許志榮是法學博士 是在2003年被獲選為十大在法律有影響的人 注意這是共產黨選的 還有 許志榮是因為孫志榮事件提出 要修改修容遣返反條例 令到好像孫志榮被公安鑑山打死的人絕跡 他本身是官方的寵兒 只不過是因為看不過眼 他要求甚麼 他要求甚麼 他不是要求吃火鍋唱卡拉OK 他是要官員公事財產 有平等教育權 因為在北京裏面 如果你沒有戶籍 你讀書那些學校是差一些的 是這樣 他是代替三禄青安的家長 打那些毒奶粉的案件 令到共產黨很生氣 接著有兩條死罪 第一條就是2012年習近平上台 他寫了一封信 叫做《致習近平先生的公開信》 《一個中國公民的期待》 他那時希望習近平上台做好事 沒有 就是因為那封信 在2014年被人說他在公眾場所示威 要求平等教育權 要求他在公眾地方擾亂公眾秩序 即是跟香港條例差不多 那四年半 出來2017年 差不多隱歸 到去年的十二月去廈門開校會 大佬 開校會吃飯 在火車已經知道其他人被人抓了 他便自己潛逃了所謂 現在在官儀被人抓 收留的那位檢察官 都是法律界的條楚 都是十大檢察官 你想想這個政權 你想想這個政權 是對講真話的人的鎮壓是多大 因為許智平在流亡期間 寫了封信 今次就不是期待了 就是叫習近平 麻煩你借歪 下台 你處理疫情無方 實際上也是 但是習近平1月7日已經說自己知道了這件事 為國 你在那個會議裡沒有叫人怎樣做 然後搞到有何俊仁的萬人宴 沒有犯 沒有犯 沒有命 跟著又不告訴這個黃柱文聽 跟著又不告訴駱惠寧聽 我們便不封關了 我們不封關便搞成這樣 是不是 這個 隱瞞疫情 隱瞞疫情 村正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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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放許智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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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放方便 釋放陳秋神 釋放陳秋神 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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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容制約 不容制約 不容制約